呜呜 大家好 我们来厦门第二天 现在是早上的8点46 准备去吃早餐 今天老公说要带我们去科技网 那边已经门票一夜了 走咯 走咯 今天天气好 不冷不乐 没下雨 不能说不冷不乐 没穿外套还是挺冷的 那你干嘛不穿一件 没带过来啊 你昨天穿了一件 那是长袖了 长袖的可以穿啊 其实这次来厦门除了我 他们还有一个目的 来吃厦门的自助餐 自助餐想不想吃啊 想吃 晚上安排吧 厦门的高档自助餐还有一点贵 一票四百块 我怕他们吃太亏本了 一进去先尝尝吃两个 烧烤吃两串 然后就不吃了 水冬鸭粉 早餐就是这个吧 好 这些就是早上的早餐 都是粉条 加了一些其他东西 吃了它腿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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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 我们吃过早话 然后现在来到这个科技馆 快到了 刚才堵车堵了很久了 然后走路走一小段过来 刚才孩子问我科技馆是什么 我说我们之前也没来过也不懂了 今天让他们去感受一下 今天貌似人很多 今天天气还好不下雨 然后出来玩的人多 厦门科技馆 进来了 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 人还是挺多的 第一次来科技馆 也不知道怎么玩 人生有趣实验室 不知道模拟鱼在水里游 人太多了 不好等 这是海上冲浪 这里是时空隧道 走一圈 走这个隧道给我的感觉 有点口音 这打地鼠啊 撞一圈就出来了 挺快的 比较适合小学生来玩 鱼 这个鱼拍一下它就它就会跑 水母 应该跟刚才一样 噢一下它会炸开 炸 噢一下它就加分了 这个又是干嘛 打地鼠了吗 我蹭一下有多少斤 这个就是比较古老的那种秤 不是说不是电子秤 往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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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出去了 120 110 这个叫奇形花店 还没到顶 变硬了绳子 绳子本来是软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儿童馆要排队 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儿童馆排队半小时不止 然后不知道能玩几分钟 这个是干嘛的 儿童馆就是都是孩子玩的 然后买根仙堂吃 现在就烂还是自由活动 让他们自己玩 这地方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都没喊累 也没喊想出去 送给从里面出来了 让他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视频 看有没有喜欢的买一个 买了几个纪念币 你喜欢哪一种 喜欢这种啊 要不要 这些贝壳很漂亮 这都是打磨过的 哇 这个贝壳 古班贝很漂亮 这个是纪念毡嘛 一个38 大盒子买了个纪念章 可以的吗 这是螃蟹的标本 这个地牢应该不棒 很多螃蟹 很多品种 150 150啊 挺贵的 现在要去梦幻祭场看一下 不吃吧 肚子饿吗 还好吧 还要等一下 刚才很可睡嘛 我们从科技馆出来了 现在要带孩子们去吃午饭 他们说想吃汉堡 中午简单的吃个汉堡 这里有个华兰丝 中午就吃这个 鸡块 然后不吃汉堡 一个烤鸡 几个鸡块 一个薯条 中午就这样了 早上灌了 灌了半天 确实挺累的 现在快两点了 撕开一下 媳妇她不吃这个 她去隔壁吃面条 所以这个就我们几个吃